单打冠军俄罗斯好手当斯科一中与球同合影图海硕整合行销提供分享总奖金12万5千美元的高雄海硕南网赛进入最终日赛事压轴登场的单打冠军战两位好手上演一场爆发大战俄罗斯好手当斯科一Evne Donskoi靠着第二盘拿下全场唯一一个破发球局以7比6 7比0 7比5拍落世界排名第77罗马尼亚火球男科皮尔Marius Coppel这场比赛双方仅出现四个破发机会手盘双方形成缠斗互搞发球进入墙期当斯科一连下7分率先拿下手盘次盘当斯科一把握第11局再度出现的破发机会破下全场唯一的发球局以直落二的成绩拿下单打冠军 当斯科一曾在今年度败网赛三盘大战颁导瑞士特快车费得了Roger Federer让他一战成名这次又击败世界排名比他高的科皮尔 这场比赛对我非常重要可以利用这些积分去挑战大满贯赛事 在我印象中只有两次赢得这样等级的挑战赛 当斯科一说虽然拿下冠军当斯科一认为还是有许多需要改善的地方这里败我的发球接发球表现不是非常满意不过我在底线的发挥蛮不错的这也是让我有机会站上颁奖台的原因 首度造访宝岛的当斯科一对高雄球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表示不止在台湾选手出赛时连国外选手比赛都有许多观众到场支持 让他觉得台湾的网球迷十分众多 赛事整体也是他打过挑战赛中最好的 本周在海硕杯战上颁奖台也让他在信心上提升许多 他笑着说拿下这个冠军对我在信心上绝对有提升的作用 但实际上有没有帮助 下礼拜的比赛就能证明 当斯科一赛后也自报 感谢妻子的陪伴 自己也即将成为新手奶爸 下个月将迎接宝贝儿子出生 他说儿子当然对我有所启发 只是未来还不确定有可能给我加分 但也有可能给我更大的压力 当然我能做的就是尽量享受比赛 打出更好表现 高雄市市长陈菊 做出席班单打冠军奖 做给俄罗斯好手 当斯科一图海硕整合行销提供分享